Doctor Professor 請大家啊 打開講義第37面 那麼我們佛教的政見啊 基本思想是建立在諸法因縣深 也就是说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道理 这是诸法应援圣 生命的确是遵循的一定的诡则 你今生会快乐 你今生会痛苦 都一定有道理的 没有一件事情是莫名其妙出现的 绝对不可能 生命是有章法的 那么这个诡则的第一个诡则 第一个就是因果的诡则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道因缘观 这个因缘观 如果我们从初前的角度 从因缘的角度来看 人生是很多很多片段的生命结合起来的 因为它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链珠 就像波链珠一样 你108个链珠虽然相续但是变化 没有两个链珠完全一样的 所以从外面的角度来看 从表层的因果思想 人生是很多很多片段的生命结合起来的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 先预先把大乘的思想把它跟因果结合 就是法法消归心性 那就不一样了 本来这是后面讲到 但是我们先提醒一下 大乘的因果思想 它不是向外看 它是向内看 所以你观照现前因缘心性的时候 你看到的因果就像偶尔大师说的 只是现前一刹挪法 望前民果望后命因 人生就是一刹挪的思想 念头而已 这个念头对望过去它是个结果 因为你前身造了很多业力 造了很多思想 这个业力跟思想的结合 形成你这个妄想 所以这个现前一念的思想 对望过去它是一个结果 但是对望未来它又是一个因地 你可以改变它 你可以主导它 你可以挑副它 在它没有表现出来之前 都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你说人生是无奈也对 人生有一半是无奈的 因为我们要继承过去的业力跟思想 这个我们是跑不掉的 不管你愿不愿意 你一定要继承你的过去 但是你说人生充满了希望也对 因为你现在可以改变 在它没有出现之前 你都有希望 在临终之前你都有希望 你可以主导你的思想 往好的方向走 往坏的方向走 你还有机会 因为它有变化的一面 所以天台中它按一个关心法门 就是说你想要了解你自己 你看你的念头的流动 其实你的心的流动就像水流 你只要向内看 你就一定知道你的过去 你也一定知道你的现在 你也一定可以规划你的未来 你的过去 现在 未来 都在你一念的心中 这个就是我们后面讲到 现前一念 信心的思想 这个后面会讲到 但是我们一先 把它做一个结合 就是说 你什么事情 会归到心性 那人生就是整体的 没有片段 所以欧威大师说 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他说 从大乘的角度 轮回是怎么回事 所以轮回的思想有粗跟浅 从人天的业果 轮回就是业力创造的 这是很粗的一个解释 其实轮回就是一念的妄想 所以欧威大师说 流转三界中 谁在流转 而是我在流转 没有一个我 怎么会流转 欧威大师说 就是一念的妄想在流转 你妄想醒过来 你的流转就没了 就密失点不可得了 就是流转三界中 流转者谁 去参这个道理 谁在流转 那个流转那个是谁 他不断的相续 不断的变化 其实就是一念的颠倒妄想 他不断的 不断的积极你的业力 不断的创造果报 当这个妄想消失的时候 你的轮回的生命就没了 所以你成佛以后 你再来看看你的今生 就像一场梦 醒过来以后 结后空空无大千 梦里明明有六趣 我们现在看的是真的 但是你醒来以后 你回顾你的过去 梦幻泡影 但是我们现在 把它当真 在梦境里面 看到真的有老虎 真的有珍宝 但是你醒过来以后 醒后空空无大千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到后面再来探讨 这个心性的思想 但是现在业果的思想 你先知道 生命是一半是无奈的 一半是开创的 因为无奈 你要继承过去的业力 那么开创 你今生很多的努力空间 因为它可以变化 好 我们看第二课的业果决定 前面是把业果的思想 做一个总说 这以下就个别个别的说明 业果之间的关系 业到果 第一个 它决定不会错乱 这第一个了解 这是一个别式的第一课 我们先把它练一遍 业决定离者 为诸一生 及诸圣者 谁有四月 行相乐寿 下至有情地狱 有起凉风所发乐寿 一切皆是从先造极 善业所起 从不善业发生安乐 无有是处 所有逼迫行苦 行相苦受 下至罗汉相续之苦 一切皆是从先造极 不善而起 从诸善业发生诸苦 无有是处 饱慢论云 诸苦从不善 如是诸恶去 从善诸善去 一切生安乐 故诸苦乐 非无因生 亦非自信 自在天等 不顺因生 是为从总善不善业 生肿苦乐 诸苦安乐 种种差别 亦从恶业 种种差别 无少问乱 各别而起 若于业果 或决定向 或无期望 或定结者 是为一切内佛弟子 所有正见 暂为一切白法根本 前面一颗我们先把业果的一个形成 乃至于它种种的显现 做一个总说 这以下我们就个别个别的说明业果的特性 第一个业果的特性就是它不会有错乱的情况 这以下有五小颗 先看第一颗 就是善业决定召感安乐的果报 先看第一小颗 说什么是业果决定的下贸 就是一切的义生 就是凡夫 乃至于圣人 但是这个圣人 佛陀除外 佛陀不受因果的思想 因为佛陀他已经金刚道祸 易熟空 世间上只有一个人不受因果的影响 那个就是佛陀 等觉菩萨 还有维系的因果思想 但是佛陀是真的业尽情空了 他过去所造的业 完全不能影响他 佛为法王 以法自在 所以这个诸圣者要简别 他不是佛陀 佛陀以外的圣者 那么他的生命当中 有一些舒适快乐的乐寿 这个是圣人的快乐 乃至于这个地狱的果报 比方说这个阿比地狱 无间地狱 无间地狱 他受苦是没有间断的 就是你这个身体 被丢到油锅里面炸 炸死了以后 变成一个骷髅头 把他捞起来 那捞起来 一阵凉风吹过来 让你恢复原来的色身 然后再丢进去再炸 那么第一的 这个阿比地狱的众生 他的生命只有 一刹拢是快乐 就是那一阵凉风吹过来的时候 让他恢复身体相貌的时候 他有热受 那么这个热受怎么来的呢 也是他过去所造的善业所感 即便是无间地狱的那一阵凉风的热受 也是善业所感 所以从不善业 从这个罪业发生安乐的果报 是不可能的 所以 只要是快乐的果报 它一定是善业 比方说 你现在能够走路 这个就是善业了 我们不要以为 很像走路很自然 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走路 你这一碗饭能够吃下去 吃得很快乐 善业 没有一件事情是自然发生的 你这杯水能够喝到肚子里面去 产生你的滋养 善业 只要让你今生会感到舒服快乐的东西 全部是善业 你都要赞给你的过去 你能够走路 你要赞给你的过去 你能够吃饭 你这一个晚上能够睡好觉 善业 没有一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 这个是第一个思想 所有快乐的果报 它一定来自于善业 没有例外 那么反过来 罪业一定隐身痛苦的果报 所有让你感到逼迫压力的苦受 乃至于阿罗汉的相信之苦 我们解释一下 阿罗汉他成就以后 他还没有入死亡之前 他的生命叫做友谊涅槃 他这个涅槃还有圣仪的色身 那么这个时候 阿罗汉如果吃坏了肚子 他也会肚子痛 你看摄理佛尊者佛罗讲经的时候 他肚子痛就不能过来了 那么他有时候会中暑 那么这种生命相续还存在的时候 痛苦也是由于过去 他前身的罪业所遭感的 不是说他今生做的 他可能前身的 所以说从善业招感痛苦的果报 无有是处 所有的痛苦 都跟别人没有关系 都是我们自己的业力 别人只是一个助言 他只是激发出来而已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自作自受的 外在的环境只是一个刺激 一个助言 把它激发出来而已 我们看引证 保办论上说 诸苦从不善 一切的痛苦是从罪业 如是诸恶去 乃至于 墮落到善恶到 那么 善业招感善去 而生起一切的安乐 这个地方是说明 痛苦是由罪业而来 快乐是从善业而来 我们看第四段的结论 所以痛苦的热因 不是无因生 苦乐不可能没有因缘生起 也不是自信生 他也不会自己生起 也不是大凡天给我们的 这种不顺因生 视为善恶的业力 产生苦乐的果报 所以种种苦乐的种种差别 也是从善恶两种业力的差别 所变现出来 一点都不可能错乱 是个别个别生起 这是一个总结 最后一个结切 那么一个菩萨 能够对于业果的自信 这种三世两种因果的道理 乃至于业果决定 就是业果 善业决定 召感安乐的果报 罪业召感痛苦的果报 这决定不会错乱的 它是没有欺狂的 产生决定的理解 这是一切的佛地子 所有正见的基础 也是一切修习善法的根本 所以我们在修善 跟慈善家不太一样 慈善家修善 他不一定 从觉悟的心发动出来 他可能是一时的测饮之心 他看到这个种生很可怜 他把他救起来 但是这种业力不会太重 因为他没有道的引导 所以慈善家要造出一个 强大的善业很难 因为他是随性 凭着感觉升起的 那么所有的佛地子 他所发动的善业 只有一种情况 从他觉悟的内心发动出来 他一定有道的引导 有道法的引导 我们举一个例子 活在世的时候 有很多的护法祭司 当然最重要的一个 大家应该最清楚 就是他的大护法 就是佛陀的大护法 叫虚达长者 虚达长者 他生长在一个大富贵的家庭 而且他非常喜欢布施一些 贫穷的孤独的老人 所以他又叫做己孤独长者 他有七个儿子 那么他年纪慢慢大了以后 他前面六个儿子都结婚了 他特别疼爱这个小儿子 所以他对这个小儿子的婚姻 特别的重视 那么他找很多人去打听 后来打听到 在他隔壁的国家 就是王舍城 他住社会国 隔壁就是王舍城 王舍城有一个女众 非常的庄严 而且具足的德恨 那么也生长在一个 大富贵的家庭 那么这个虚达长者 就亲自带着他的侍从 离开了社会国 到王舍城 这个亲家去提亲 这个亲家当然也听过 虚达长者的名号 就很恭敬地 安排他在客房坐下来 坐下来的时候 到黄昏的时候 他看这个花园里面 很多人在地方忙来忙去 准备很多的饭菜 那么虚达长者就问这个旁边的说 你们在忙什么呢 他说你不知道 我们家主人明天要请佛陀来供养 他说佛陀那是佛陀是怎么样呢 他说佛陀要三十二项八十种 有无量的功德庄严 那么虚达长者听到佛陀的功德以后 在经路上描述 他前身的毛细口就树立起来 起大欢喜 这个人善根深厚 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 大家睡觉 他就控制不了了 他觉得他一定要赶快去见佛陀 不能等到明天了 所以他是中夜的时候离开的亲家的家庭 夜访佛陀 当然大致为了佛陀也知道他要来 就在那边等他 他一来的时候 佛陀先放大光明 希腊当时看到佛陀以后跪下去 佛陀跟他讲 四地法门 他当下正得出国 正得出国以后 诸位知道 他有坚定不移的信心 叫事不坏性 对佛法生戒 戒力的戒 所以他正得出国以后 他就急忙要回去了 他觉得明天的宴会不用参加了 他们他就 隔天一早就急急忙忙的 带着侍从回去了 他觉得他应该要在社会国 建一个道场 来供养佛陀 但是佛陀的身团是很庞大的 各位都知道 一千两百个比丘 所以他 他好像要大厅打厅 在社会国 果然找到一个好地方了 一个花园 这个花园是谁的呢 是波斯尼王的太子 叫齐多太子 他想说 这个长子我也不能得罪了 他就问说你为什么买这个花园呢 他说我要供养佛陀 还有他这个僧众 我准备盖很多的僧僚 盖一个讲堂 请佛陀来这个长柱 讲经 那么这个时候呢 齐多太子一听 这也是好事 但是他拒绝也不是 答应也不是 他只好出一个难题 他说这样子 你如果能够用黄金 把我的花园全部把它铺满 我就把花园卖给你 那么齐多长者说 好 一言为定 那么齐多太子说 不行啊 我跟你开玩笑的 那么齐多长者说 你今日的太子 明日的君王 君王能够有戏言吗 那没办法了 就卖给他了 卖给他 齐多太子说 那你这个黄金布地 那我这个树呢 树算我的 所以叫做齐树 齐多太子的树 那么齐孤独眼 这个就是这样来的 那么这个长者呢 希达长者他买下地以后 买下地是第一阶段 还盖房子 所以后来把他 他用黄金 看金布上 用大象 印那个黄金 不断地印出去 去买这个地 后来 他这个金布上说 他盖这个僧僧僧僧僧殿堂 快要盖好的时候 他所有钱都化光了 那么穷到 连饭都没得吃了 这个锅 这是古人说的 接不上锅了 那怎么办呢 因为他毕竟以前是有钱人家 就在库房里面找找找找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装米的一个米桶 一个檀香的米桶 就拿这个檀香的木 去换一点钱 就煮了 大家煮了一锅饭 准备吃 这要吃饭的时候 哎 木建人尊者来偷播了 那么你也知道 这个出谷的圣人 他对这种善业招感 安乐的果报 是不可破坏的 那我们一般人 受这个果报 会受影响 他完全安住在盗法 他说 把这个饭切一半 供养木建人尊者 那么现在一半一家人 就凑合的吃呗 要吃一半的时候 哎 舍利不尊者来了 那么 当然就是面临抉择了 你是重视果报 还是重视业因 那么 长者重 再欠一半 再供养这个木建人尊 舍利不尊者 那么剩下四文字要吃的时候 佛陀亲自来了 他说罢了 我们今天就饿肚子了 那么 希腊长者就亲自拿了 这个四分之一的饭团 跑到佛群 跪下去供养 佛陀慈悲地接受 接受以后 经文上说 佛陀讲了四季记 他说 至今以后 罪灭福生 永恒富饶 无富溃滑 他说 你现在的布施 把你过去剩下最后一个迁滩的业给消掉 在你未来的生命 在你成佛之前 因为出国离成佛 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他说你生命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永恒富饶 即便你还没有成佛 你的生命已经没有贫穷 这两个字了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 佛陀讲话 他要么不讲 他保持默然 他一讲话 这件事情就不能改变了 叫金口 他只要为一个人授记 这件事情就不可能 没有改变异地了 不可能 这两个佛陀说 某某人 流利王七日必死 不可能改变了 一定要死了 七日 你就跑到 用船跑到海边都没有用 所以 这个地方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 这个故事说什么启示呢 就是说 善业决定遭感安乐的果报 但这个地方问题来了 因果是隔代受报的 比方说你吃素 我们一起吃素好了 有些人吃素身体不好 那么他就怎么把他怪罪吃素 吃素当他身体不好 这个不合道理 你身体不好 是因为全身的杀业 这跟吃素没有关系 即便有 他也是个助言 我们不杀生 是一个长寿的果报 但是我们在修善的时候 有一个情况就是 我们很容易被全身的业力所变现的果报误导 这个就很麻烦 如果我们照善的时候 马上出现快乐的果报 那这个很容易做 每个人都能够做 你不是 马上有钱 马上有果报 那这个很有机力 这拦就拦在哪里 尤其是初学者更严重 因为你的生命突然要转换 就是说 你明明修善 但是你痛苦加剧 最糟糕 最麻烦 那么这个时候考验你对道法的圣洁 就是你对法的皈依 这个业果决定就是说 诸位 你不可能因为照善 让你痛苦 这个很重要 这个观念很重要 你不可能因为吃素让你生病 不可能的 这个不合道理的 世界上没有这种道理的 如果这个可能到佛陀所受的话 全部推翻掉了 业果决定就不能成立了 那怎么解释呢 来我解释给你听 你吃素 是基于慈悲心 这个是一种长寿的业 但是对不起 这个业你不能马上用 你要先保存起来 我们刚刚讲过 业 它必须经过一个保存的阶段 到来生才用的 那么你现在的痛苦 是以过去的沙耶 的预报 你要先受这个全身的预报 这个因果是这样解释的 除非你要永远相信一件事情 你休息善业 不可能让你痛苦 绝对不可能 因为刚刚讲得很清楚 因果这个释放不可能错乱 善业突然间出现痛苦的果报 不可能 没有这回事情 那我在修善的时候 我明明是当我痛苦了 是的 因为你前生的业还没有消完 当然你今天的善业 你还没有表现 你还不能用 你要先放在银行 我们大部分的果报 诸位 其实你今生大部分的业 都还没有出来 因果是隔代受报的 这难理解就在这里 你春天播的种子 现在不能 这个米还没有 还不能吃了 秋天才能够收割 你现在春天吃的米 是去年种的 所以你在建立因果思想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一个 过去现在未来的思考 这个时候你的心才能够坚定下来 否则你很难修行 因为你只要有逆境冲击你 你就退转了 你很难的坚定的走上去了 所以这个业果决定的思想很重要 善业 罪业一定遭感恩恶的果报 罪业一定遭感痛苦的果报 绝对不可能错乱 绝对不可能 连佛陀都不可能让他错乱 就算阿罗汉也不例外 阿罗汉的相续的痛苦 也是由过去的罪业所感 我们看下面一颗 业果的种类 前面讲到这个决定性 这个讲到这个种类的差别 我们先看第一个讲到业的种类 再看果报的种类 业的种类有几颗 我们先看第一颗 先说明善业不善业跟无基业 三种种类是怎么定的 我怎么知道我造的善业 我怎么知道我造的罪业 这个罪业善业的定义 是怎么案例的 我们先把它练一遍 善业 为无贪 无痴 无痴 为因缘业 不善业 为贪嗔痴 为因缘业 无忌业 为非无贪 无痴 无痴 为因缘 亦非贪嗔痴 为因缘业 好 我们前面说到善业 绝对遭感安乐的果报 罪业决定遭感痛苦的果报 那么善业跟罪业是怎么定义呢 我们看这个什么是善业 就是你依止无贪 无痴 无痴 你一定是依止无贪 就是施舍的心 无痴 慈悲的心 无痴 智慧的心 那么这种三个善心 所引导的身口的恶业的因缘 通通叫善业 那什么是罪业呢 只要是贪嗔痴 所发动的烦恼 所发动的这个身口的行为 通通是罪业 反过来 他不是贪嗔痴 他也不是贪烦恼 他也不是善 那么这叫无忌业 比方说你在善部 你在剪指甲 你也没有起善念 也没有起恶念 这个叫无忌业 他不好不坏 那么这个地方的定义就是说 业力的行程 使有你的信念决定的 你的信念是邪恶的 不关你做什么 这个定义就是恶业 你的信念是善良的 即便你喝着你的儿子 他也是善业 我现在考大家一个问题 英国的道理 你坐在苹果的树下 苹果掉下来砸到你 这个是善业恶业 他打到你很痛 罪业 答案是 他不是业 他没有心事 他是个古报 你看地震 地震也不能讲业 因为地震是没有人造 因为业一定要有一个明鸟的心 要有心事引导的行为 才叫业 因为苹果没有造业的能力 他没有心事 他怎么造业 他是个职务 所以这个地方要知道 业力一定是由思想引导的 来我们讲一个例子 给大家参考 活在世的时候 我们刚刚讲到叙大长者 我们讲到另外一个护法 叫做波斯尼王 这也是佛陀的大护法 波斯尼王 他有三个公主 其中我们讲 其中一个叫善官公主 长得最庄严 最讨人喜欢的 最有德恨的善官公主 他三个女儿里面 最有名气的善官公主 那么善官公主 当然他长得庄严 又 善解人意 所以得到波斯尼王的宠爱 波斯尼王经常办完公事以后 就到他那个地方的花园散散步 那么三官公主就陪他聊聊天 那么这一天 我今生的安德国报 是我过去的善严手感 波斯尼王就不高兴了 不高兴就走掉了 走掉以后第二天 他又提醒了 他说 你的善严 是我驾驶你的 结果善官公主的回答还是一样 他说 这个是我的善严手感 连续三天 都是这样回答 这个时候把波斯尼王记录了 记录以后 波斯尼王说 好 我看你的善严力量大 还是我国王的威德力量大 他就他叫侍从 你去世界上 街道里面找一个乞丐 找到以后 他叫乞丐说 我把你的嫁给你好不好 乞丐说大男好 就嫁给他 嫁给他以后 善官公主这个人 他是知命任命 他对因果安住道法的人 那跟一般人不一样 他对道法的圣洁 那种皈依 他不会改变他的认知的 那么他嫁给他以后 他说那你 问那个乞丐说 那你 你家住哪里 他说我没有家 我做乞丐 那你以前 小时候住哪里 他说我们小时候 本来我们也是 大富长者 后来发生了火灾 父母亲都死掉了 所以我们兄弟姐妹之后 在外面流浪 做乞丐 说好那我们去你的老家看看 那么这个旗哥就带着这个三官公主 到老家去看 一片荒野 那个房子烧的 就不能用了 那么三官公主 那没关系 我们先安顿下来 两个人就种种菜 就开始种种田 过日子 那么两个人夫妇在种田的时候 突然间那个锄头铲下去 砍一声 里面有东西 结果挖到了 过去 祖先留下了珍宝 他把这个珍宝拿出来 盖了一个比他以前宫殿 更大的宫殿 里面的设备 更豪华的设备 那么在波斯利王 当然一时赌气了 他就 气消了以后 他就派人说 你去打听一下 现在公主过得怎么样 结果那个 那个侍者一看 哎哟 他说现在 这公主住的宫殿 比我以前的 比他以前的宫殿更漂亮 那么波斯利王就 非常惊讶 就领着他的 侍从赶过来看 那么上官公主 当然就很欢喜地 把他父王请进来 他一看 果然里面的设备 比以前更好 那么这个时候 波斯利王就 领着上官公主 就去见佛陀 请佛陀开示 是什么因言 会造成这个结果 佛陀说 说上官公主这个人 深深是喜欢布施的 这种布施已经形成善根了 不是善念 圣洁 对道法的圣洁 他说他今生的富贵 是很重要的 其中一生就是在加塞佛的时代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上一尊佛 加塞佛时代 佛陀有四大弟子 那么上官公主 对四大弟子是平均的供养 那么当然 那个时候 她是一个 她是一个妇人 她没有工作 古代妇人没有工作 她先生赚钱 她把先生的钱 除了日常生活以外 要拿一点钱去供养 这个佛陀 加塞佛的四大弟子 那么一开始 她先生是反对了 这个钱我们自己用就好 为什么要去供养 这个修行者呢 但是后来 上官公主就再三的 劝她先生说 我们应该是供养 来生才有富贵的果报 后来她先生就勉强同意了 所以她得果报的时候 有决定跟不决定的差别 主要知道 做太太的供养 这个钱是哪里的 当然先生赚的 所以当然她先生有一份 但是为什么得果报的时候 上官公主的果报 是如此的坚定不可破坏 而这个 兰仲的乞丐 一定要遇到上官公主 她的果报才会激发起来 她是被动死的 因为她布施的时候 心里磊落 她没有强烈的 布施的心来引导 所以她那个业力 虽然她跟上官公主 两个人同时布施 果报不一样 就是这两个同样的马车 但是前面那个马 一个是强壮的马 在引导这个车子 一个是一个很瘦肉的马 走得很慢的马 在引导这个车子 所以这个夜阴的业力不一样 诸位你会慢慢知道 你明白道理在修习善法 跟没有明白道理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当然你说 我参加导佛期 会长打电话给你 你不好意思来参加 这也是善业 但是德国报的时候力量薄弄 因为你不好意思才来的 那你一主动积极 开了四五个小时的车来看家佛山 那就不一样 这个佛号进入你老人心中 那就不一样 业力的本身的行程 是由心念主导的 心强业重 德国报的时候那个势力 你看 他的父亲身为国王 都不能够障碍他的安乐国报 他的善业到这种程度 没有人可以去抗拒 他父亲把他嫁给的乞丐 他的福报炸样显现出来 他就是没有义气的 随便找一个乞丐 他的福报炸样出来 谁都挡不了 因为他造业的时候 齐心金刚 坚定金刚不可破坏 他有强大的愿力 这个钱其实他们两个一起赚 其实是他先生赚的 他就拿了先生的钱去布施 所以诸位要知道 业力的成就 一定要有信念的引导 才能构成业力 所以你的信念就扮演的重要角色了 他的强弱 他的方向 就扮演重要角色了 我们再看一段 再看一段 看那个增长不增长业 那么前面我们是把讲到上业跟最业 这个地方讲到这个业的增长 跟不增长 就是强大的业力叫增长 那么累落的业力叫不增长 我们把它练一遍 起造诸业 令业种子增长者 为之增长业 若虽起身与等业 而不令业种子增长者 为之不增长业 增长业定受益手果 不增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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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欲缺失地论 列有十种 一 梦所作业 二 无知所作业 三 无故事所作业 四 不立不恕所作业 五 狂乱所作业 六 思念所作业 七 非要育所作业 八 自信无忌业 九 回所损业 十 对质所损业 除上十种 其余珠业 皆有增进长养业种之力量 名为增长业 那么我们内心是世界啊 要继承过去的业力跟思想 当然我们今生不断的造作 也不断的变化 但是 你要改变过去的业力 这个地方你就必须要创造一个增长业 其实我们有些人造的业 对我们的业力是没有变化的 你看有些人他每天在拜佛 但是他的业都没有变化 他还是业障深重 因为你没有创造一个增长业 就是强大的业力 那么也就是说呢 你造的业种子 它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增长功能 它能够去大大的增长你善恶的功能 这叫增长业 如果你虽然去做 但是你做得心不甘情不厌 你也做义工 那么你也做得善事 但是你做的时候心不甘情也不厌 那么这个时候对你的善业的种子 并不能产生一种增长的功能 也就是说 特别对你的来生 没什么太大帮助 你做等于白做了 因为你没有创造一个增长的势力 这个增长就是强大的势力 足以去扭转你来生的生命的势力的 这个叫做不增长业 叫做增长业 增长业它一定会去主导你来生的果报 不增长业就没办法去主导你来生的果报 就是说你本来来生要去哪里 结果你造了一个增长业 它会改变 它会形成改变 它能够让你的来生果报提升的 一种增长的善业 那有些人造了这个 你本来来生要去哪里 你造了这个业 你没办法改变你的来生 这是不增长业 简单的讲就是说 它能够去让你的来生产生变化的 这个就是增长业 它不能够去让你来生产生变化的 不增长业 简单的讲 那么这个十科 后面十科有很多很多话要说 我们今天先到这里 先回答几个问题好了 我们先看第一个 请师父开始 如果说 身口意念佛号 但都不能打住妄想 这样带有妄想的佛号 是否也算在积极求生净土的质量 带有妄想的佛号 因为我们要继承过去 当然我们同时继承过去的善根 但是我们也继承过去的颠倒妄想 这是好坏都要继承的 那么当然你的善根起作用的时候 妄想它也不会闲着 它肯定来这边捞乱 所以带有妄想的佛号是每一个凡夫所要面对的 但是这个地方有两种不同 有两种不同 如果你在念佛的时候 你心是 住在妄想 来念佛 那就糟糕了 这个关键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的佛号 就夹大妄想 但是关键在于 住跟不住 你 你住在妄想 来 意念佛号 你就很难积极往生的力量 因为你的本质是妄想 你安住佛号 你安住佛号 来面对妄想 那这个是往生的质量 你能够不随妄转 跟随妄转就插在这里 我们都经历过很多很多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 曾经 在五一六成里面 找到很多颠倒妄想 我们也曾经在佛堂当中 积极很多的善根 大概到现在大家都差不多了 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修行 一定有某种程度的工业 大家水平都差不多了 那么现在就是说 谁能够善用你的善根 就是说 你的条件跟我的条件差不多 我的条件跟你条条也差不多 因为生长在同一个时代 水平差不多 那是成败在哪里呢 就是说 有些人 他能够 把这个妄想 把他散过去 你不要碰 你不要 不要 不要随他转 我们不可能不打妄想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不可能不打妄想 因为我们打妄想 所以我们才会流转的 这个很正常 但是你不能住在妄想 那无助的方法 我们后面才会讲到 就是安住空性 安住现前一件行性 你只要住妄想再练佛 你这个佛话就没有力量了 完全没有力量 这佛话就变成不增长业了 我们没有要求大家断妄想 其实你也断不了 你不能跟他硬干 但是你能够不随妄转 所以到底你念佛是在成就来生的福报 还是在积极往生的知量 关键就是看你 你是住在佛号还是住在妄想 反正两个都现前 你面临选择了 你愿意安住佛号 妄想就慢慢的 因为妄想得不到你的加持 它就慢慢慢慢的累落 你每天每次念佛的时候 嘴巴念佛心都打妄想 你又住在妄想 你就把妄想养得又肥又重 这个佛号变成不增长业 就是你要取舍 所以这个智慧的判断很重要 观想或思维佛陀跟净土的功德的类像 是否是属于妄想 当然我们也是用这个妄想来 思维极乐世界的功德专业 但是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不把它叫做妄想 我们叫做如理思维 因为你这个思考模式 是从佛头的圣言那样引导的 不是跟着感觉走的 虽然本质也是一种希望的想象 但是这个希望的想象 它以后会变成真实的功德 我插在这里 它刚开始希望 它最后就变成真实 所以佛陀的圣言量不可思议 其实你 你是不是极乐世界的功德专业 也是打妄想 你是第六音师打妄想 但是这个妄想 不是一般的妄想 这种妄想 会让你七向真实 因为它是依止佛陀的圣言量移到的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要打妄想 我们叫如理思维 依止佛陀的叫如理思维 请师父慈悲开示 回入娑婆度友情是什么象象 我们那个时候还有颠倒妄想吗 我们到了极乐世界 而且我们是为了成就圣道 一般来说 你出地以后 就可以回入娑婆了 那么 当然出地 还有维系的妄想 这个还有在维世学上说 还有寄生游至献残眠 发起初心欢喜地 寄生游至献残眠 就是出地菩萨 他还有巨生的维系的妄想 当然他本身的调伏力 就是说他调伏力够 所以妄想对他来说 已经不能形成干扰了 有跟没有一样 那么也就是说 你从极乐世界回来以后 你不容易受到环境的干扰 你叫做不退转 就是我们讲佛为法王以法自在 你该受夜报的你还得受 但是你在受夜报的时候 你不会受这种果报 快乐痛苦的果报影响 你该做什么做什么 因为你那个心中的道法的力量很强 妄想已经处在你的控制当中 完全在你掌控当中 你在受这个果报 就像游戏人间一样 有受跟没受一样 你别人看他还是有受 但是他自己觉得 他根本就不受 他自己觉得不受 所以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这个妄想是在控制当中 那么极乐世界要到最高修到什么果位 才需要回到所谱 那就看人 如果你悲心很重 不忍众生苦不厌圣教衰 我刚刚讲过回路娑婆 出地就可以回来 如果你不着急 你可以修到等觉菩萨 但是出地离开娑婆世界 在四十八言说 你有些人离开极乐世界 他没有回路娑婆 他转到十方世界去 亲近十方诸佛 继续的学佛法也是有 基本上 正常情况 你到了极乐世界 应该从凡夫妃到出地 这段是不会离开的 这段你不会离开 但出地以后就各奔前程 有些人继续在极乐世界待着 有些都转到其他佛果去 到药师佛果 到普贤菩萨的佛果 到各式各样的佛果去 就跟你因地所发的愿 游戏神通 广学无量的三昧 这是第一种 这种一般来说自贞上 比较理智型的 他会先充实自己 所以他离开极乐世界 他没有到繁夫的世界来 他先到他方的佛果去继续充实 那么第二种人 他离开极乐世界 他会赶快回到索伯世界 那么在索伯世界里面历练 但这个时候他已经不一样 他是出地 他内心有道理的 他心中有光明的 他不像我们现在反悟 我们现在完全被烦恼障 业障 备障 暴障 冲击的 我们是处于被动状态 他那个时候生命在他的掌控当中 所以说什么时候回路说婆 看你的发愿 看你的发愿 但是极乐世界他提供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他让我们辟开从繁夫到了生死这一块 这一块是最危险的 这一块是整个陈佛之道里面凶险最多 障碍最大 刺激最大 最容易退转的时候这一块 就是从生死繁夫到了分断生死这一块 我们选择在极乐世界完整是正确的 因为你这一段迈过去 你后面就海过天空了 就像佛陀在经典上批语说 说你这个船要离开陆地 刚开始很辛苦 因为它有地心引力把你吸回来 你要用力的滑滑滑 等到你离开陆地很久了以后 你根本就不用滑 你把风帆拿上去 自动的往前走 你只要风向控制得好 轻松的往前走 它不可能再退回来 因为它已经离开了地心引力了 我们感谢阿弥陀佛的慈悲 因为它让我们逃过了 生死繁夫到分断生死这一块 这一块的风 这一块的生死大海 风浪最大 沙鱼最多 就是这一块 很多人过不去 这一段的分断生死的大海 这一段是凶险最严重的大海 所有的船到这里全部沉没 你这一块分断生死的黑海过去以后 后面的大海轻松移快了 你要到哪里都可以了 所以道极的世界是辟开这一块 就是分断生死这一块 这一块是最麻烦的 内忧外患 你内心的烦恼干扰你 外在的业力 老病死也干扰你 你过去的燕金寨主也不放过你 真的内忧外患 而我们善根薄弱 所以面对这么多问题 真的是很难 所以说往生极乐世界 不一定是表示你就一定要在极乐世界成佛 不一定 但是起码阿弥陀佛 帮我们 远离的分断生死这一块 这个是很重要 我们今天上到这里 向下文长 附在来日 回向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